聽到先都覺得說 天啊 我們教育教出了什麼問題 當然 如果你要進入高等教育 各位 問題一樣存在 為什麼呢 其實教育跟他有關係 他叫吳思華 是我們現在的教育部部長 他一上任的時候 他說台灣教育會又市又華 為什麼叫又市又華呢 他在政大最有名的事情 就是在政大的河岸旁邊蓋了一個景觀電梯 那個木頭是用純木頭的 那個木頭又市又華 很多都跌倒 所以他說完蛋了 台灣教育開始會又市又華 他說兩句評言 一個大學學費要調整 一個五年內大學要檢到一百間 要檢到一百間還要再檢幾間呢 要再檢五十九間 還要再檢五十九間 哇 怎麼檢 可以想想看為什麼會有這種問題 問題的時候你們就開始了 是我們高等教育現在兩個最大的問題 學費要不要漲 還有就是大學要不要減 所以我就要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 教育要不要 教育是不是商品 我們談一下這個學費調整問題 第二個 怎麼一直跳退場 退場 退場 十年前就聽到有人做到退場 退到今年 終於有兩間要退了 有人問 下一間是誰要退 等一下告訴你 OK 大家告訴你怎麼算 第三個就是 我是卑敬的助理教授 我在大學裡面被淋樂了很久 有些簡單的觀察 好 首先 教育是不是商品 當然很多人都說 不是啊 怎麼會是商品呢 教育怎麼可能會是商品 那是一個很崇高的理想 教育的學者會說 不是 但是其實補習班好像被認為比較像是教育商品化 真的嗎 於是我們就開始出現很多 像剛剛施宣跟我們說的 就是教改跟多元入學 教改跟多元入學是我們整個教育商品化 或是學費調整之前的一個前奏 因為其實多元入學是為了每個個別學生發展出來的 他希望尊重每個個人的價值跟人性 所以就開始出現多元入學 還有12年國校 有人就說 這有辦法解決嗎 偷偷告訴你 很簡單的方法 我通常都會建議 國高中生 如果你進了高中 你不要管高中 大學才的重點 三個重點 第一個 你的每一科要均衡發展 你不能有每一科特別來 每一科要很均衡 有一科特別好 我現在教你了 第二個 有一個專長很強 哪個專長都沒關係 但一定要有一個專長 什麼專長不重要 但是一定要有一個是別人不一定會有的專長 不要再學大家都有的東西了 你說我會彈鋼琴 大家都會彈鋼琴 我會彈其他 大家都會彈其他 現在最新在學烏克莉莉 大家都會彈烏克莉莉 第三個 最重要的是不要再去醫院服務學習當事工了 因為醫院當年很缺 所以一跳的跑去醫院當職工 當到後來的時候 每個大學校都說快啼笑了 打開學歷 我在醫院當了六年的職工 真假的 最好你有當到六年那麼久啦 醫院的這種狀況已經當到爛掉了 好 雖然講是這樣講 但是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入學之後 多元入學的 進到大學的就發現 天啊 大學的學費真的貴到快爆炸了 大學教的跟外面完全沒關係 搞什麼鬼啊 最近我看了一本好玩的書 叫做《湘形車底的梭羅》 這個人 他在美國念完大學 負債台幣90萬 他就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找不到工作怎麼回事 他的朋友負債150萬 然後他就開始去過一個很特殊的生活 有興趣可以看這本書 蠻好玩的 那台灣就變成怎麼樣呢 你一定要念書 而且成績一定要高 所以我們在某些學校就遇到個狀況 那個大學生的 他會覺得說 就算我知道老師要考什麼 我也不要跟同學分享 為什麼呢 影響我考研究所 因為我要做推真嘛 要比較嘛 可是這樣真的有意義嗎 當然沒有意義 所以怎麼辦 於是教人就說了 你大學會不會那麼多 你還要一直調檔學費 對嗎 我先告訴各位 大學要調檔學費是必然的 而且一定會調 為什麼大學要調檔學費 是有原因的 大學跟商店很類似 你起床就有支出啊 水電瓦斯人士成本 器材消耗 損壞折救 通通都要錢 那錢不會掉下來嘛 又不是台北市 好不好 這樣就這樣跑不太對 像這個單槍啊 各位你要知道 我們在一般大學裡面買一台單槍比外面要貴70% 為什麼 有人說 那個是官商勾結 真的不是 那個是因為買了單槍之後 廠商要保固五年 他把後面的人士成本全部都cover進去 他一定得cover 不然他沒有辦法解決啊 學費的問題就在這邊 你只要起床 你只要開了燈就要有電費 你只要開了水就要有水費 你東西壞了不可能放在那邊不休 不休一定會被投訴到死 而且今年啊 因為那個食安風暴 像我們輔大很可憐 輔大被關了兩間餐廳 那兩間餐廳 以前二十六這樣的營運都沒事啊 也沒有人出什麼事啊 出了一個禮員比較特殊 那個禮員餐廳 南外還有叫做深夜食堂 如果你有看那個日劇的話 日劇有比較深夜食堂 為什麼呢 聽說那個理工學院的學生做完實驗 回到那個時間 回到那個餐廳 新一點都問了 老闆有什麼可以吃 我先幫你炒東西好不好 只要有東西吃就好 所以他們聽到禮員要搬走的時候 每個都很難過 超級難過的 好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問你越來越麻煩 現在的生多 錯 周多生少 以前是生多周少 現在是周多生少 你可以吃到撐 吃到死 撐到爆 結果 我們都看到很多學校超誇張 OK 今天學校 他的入學缺額超級多 我明明要招生779 只來了526 居然差了250個人 各位不要覺得250沒有多少 一個人手5萬 250個人有多少錢 就有1500萬耶 1500萬可以做多少事情啊 去年更慘 2013年好 各位可能看不太清楚 四季二專招生最悲慘的後半半學校 其中勇達技術學院 因招286 時達38 已經關了 繼續往下一個 高鳳蘇衛沛龍學院 因招生362 時招30人也關了 這是2013年的狀況 這沒有辦法的事情 好 所以就聽到了 有人說退場 退場 我就叫你退場 為什麼一直要退場呢 因為學校有支出嘛 老師有薪水 你可以給啊 你不能不給他嘛 結果一旦不能有效付出經費 或是零零種種問題 就會形成經營的壓力 今年2月是高峰 今年的10月是永達 高峰為什麼那麼穩固 財務危機啊 手指化壓力啊 當然沒有辦法啊 外觀怎麼辦 我不下去嘛 那高峰退的時候 永達為什麼退 永達更慘 永達很好玩啊 你知道高峰跟永達幹過什麼事情 有幹過一次 我記得沒記錯的話是高峰 應該是高峰吧 碩士級講師當副校長 沒有人啊 怎麼沒有人啊 要不然怎麼辦 天啊 碩士級講師當副校長 那我就可以當校長了耶 我是博士級助理教授耶 好開心喔 那永達也一樣 永達是因為資金套空 一直機械系列就發不出來 很麻煩 那問題到底在什麼地方 錢啊 講話下去就是錢 只有錢才是問題啊 錢之外的都不是問題 雖然錢不是萬能 但沒有錢萬萬不能 很慘 所以退場其實都出現很多問題了 歷年通常學校他要管第一間 因為第一次被勒定退場 他太特殊了 第二 你第二個跟第三個 是這個 可能有誰會退場呢 新國 河村 河村現在全校只有900人 南陽 康明 康明大學現在只有2600 大漢2500人 各位 我現在講喔 大漢在哪邊知道嗎 大漢在花蓮北斧 離他南邊10公里 回到慈濟 同樣都走2500的 為什麼慈濟不會退場 我想要解釋給你聽 好 台灣觀光學院 豆漿還有高美 超級慘 怎麼辦 有人問這怎麼辦 啊 我要填進去的時候 會不會死啊 方正希 我給你三個條件 符合這三個條件的 你安心填 第一個 他要是公立大學了 公立大學不會倒 只會和平而已 他絕對不會倒 那私立大學怎麼辦 另外 私立大學第一個 人數越多越好 私立要破5000才會安心 因為破5000暫時沒有倒閉危機 你可能會問5000很難嗎 很難 台灣159所學道裡面 有超過60所不到5000了 三分之一喔 真的 我會騙你啊 第二個 他的交通越方便越好 OK 他交通超級方便 例如說長榮為什麼不會倒 因為長榮大學在 他家門口 台鐵在台南開了一條 叫做沙倫直線 從那個 忘了看 答案 寫生出來的 終點在台南高鐵 他中間有一站 就叫做長榮大學站 多開心啊 我有高鐵 我有台鐵 直接就到家門口 所以成功大學也不用擔心 成功大學又是公立的 台南大 台南口站又在他門口 這很實際嘛 第三個 是重點 什麼呢 背後金主強而有力 為什麼 慈濟不會倒 因為背後金主強而有力 所以同樣是2500人 為什麼 大漢要倒了 大漢要列退場 慈濟不用 慈濟不擔心啊 我怕你幹嘛 佛光大學3000人也沒被列啊 為什麼 背後那個啊 他的資金夠啊 所以各位 只要是私立學校 符合這三個條件的 您在五年內安心填飆 絕對不會出事 出了事 就代表他的內部有很大的問題 好 所以大學在教什麼 大學如果就是教育買賣的話 我們到底要教什麼東西呢 大學的定義叫University 不是有你玩四年 很多學生啊沒關係啊 就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啊 隨便啊 但是University 其實本來來自拉丁文 University Tars 真理的集合 台灣大學 台灣的大學 卻不喜歡講真理 喜歡講事 馬上就能夠用了實際技術層面 所以大學的重點 不是學分獲得 而是能力培養 那偏偏沒辦法 我們台灣大專業校 也不單會講個東西 用大學的評鑑制度 把所有人搞到半死 根本不敢做真正的要求跟訓練 結果 有一年 老委會教育部親府會 就做個調查 發現業主最看重的是這八項 這是依序排名的 我們的學生 永遠在第四項 我只想管我的專業知識跟技能 一點都不想管 我的這個專業知識技能 四年後都不能用 我們學校一直希望培養這三項 但是學生會覺得 啊該我配事 你要做報告 我幹嘛做報告很累的你知道嗎 做報告可以訓練在台上抗壓性 可以訓練在台上講話的有聊有力跟資料整合 沒有人要學 最後就變什麼呢 上一課就很困難 我們再教通識課 就很有感覺 通識課 同學都會覺得 啊一樣學分啦 隨便你啦 整學期都不來 要跟你說 你知道我過了好不好 我差點接兩學分 遇到別人 遇到我 反正我就沒有要升等啊 我就不要升等 怎麼樣 我就永遠當個悲慘的助理教授 你就沒有辦法整我啦 就很多學到會都很痛 哇這個老師很難搞 因為我們工人教育三大問題 小子化 憑藉補助計畫的問題 這講很多了 PASS 主要是這兩件事 憑藉很多啊 教師接受學生憑藉 每次講這我就想辦法掌握 莫名其妙 沒有學過幾堂課來評鑑我上課 搞什麼鬼啊 教授就學校評鑑 學校就教育部評鑑 不同學校有不同的評鑑方式 有一所醫學大學 他有一年 他的十二月接受三個評鑑 全校那一年十二月上班二十三天 有二十二天再接受評鑑 永遠做不完 評鑑資料不是兩張就可以 可以處理好 一個老師要有一本 中心什麼樣的東西就有一本 所以評鑑資料就像百科全數 哇一整支排開 好漂亮喔 如果他們說那能怎麼辦 他們說沒有啊 那個會議室就桌子攀開啊 這個月都不要用會議室開會 因為所有評鑑照 全部一支攤開 就到這種程度 他不然沒有辦法 資料太多了 評鑑的目的 是為了要淘汰一些 比較有問題的老師 因為以前都覺得 你博士了就應該會教書 後來發現博士很會念書 但不會教書 所以教得非常亂七八糟 但評鑑有公信力嗎 完全沒有 因為我們在學中 遇到了老師教得很認真 但學生就狹怨抱負嘛 那我算幸運了啦 這是高雄大學的課 扣頭扣尾 百分十五的限制去到之後 我這門課滿分五分 學生平均評鑑4.47分 很高 同樣的一個機制 在府仁大學 因為沒有去都去尾 平均得分4.79分 這個我沒有在炫耀 因為事實上很多老師得不到這個分數 我不覺得我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我夠心於上帝都眷顧我 如果會搞到這個程度 那不是老師的悲哀啊 那是學生的悲慘 學生太悲慘 學長挑一個好過的 不想學東西的 我來交錢了 你要給我分數啊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教育補助機費也很多問題啦 大家為什麼都要接計畫 因為你不接計畫 你就活不下去 不接計畫 很多時候 學校會覺得你沒有用 有時候我覺得 我還活不活下去 我還能夠計點計畫 做點小小的計畫 做了計畫 學校有業績 講這麼多 就是因為 大學 我們台灣的大學 是偏向實用的 或操作性的 像新國 又快要倒了 它有一個科系叫做 模特兒與展演管理學系 很多都說 哇 模特兒耶 我要去學走秀 模特兒只佔整個學系三分之一啦 另外三分之二在幹嘛 一個是通識教育 一個是什麼呢 管理展演 展演我要不要有舞台 我要有音效嘛 要燈光嘛 要跑round down 那你這個都要學的啊 很多沒有啊 不知道啊 就只看到模特兒閃得 玩玩開心喔 當模特兒了 因為他們當初打出廣告就是 我們跟經濟公司合作 你如果真的ok的話 你就能去當模特兒 然後就真的知道到學生了 然後去後就覺得被騙了 好 另外一方面 我們當然可以說 大學教育會做改變 可是 真的有這麼簡單嗎 所以我們如果回到最後面 那大學老師咧 我大概知道各位覺得 大學老師 教授這個名字怎麼樣 我媽每次都跟我講說 欸 奇怪了 我那個時候面書的時候 大學教授總部有風的 你怎麼跟狗一樣那樣 哈 沒有辦法 就是悲慘嘛 很多人就傳一個照片跟我說 老師 你們是不是這個想法 大學教授不是你想那樣子的 你有月入十萬嗎 真的沒有 拜託不要再懷疑了 怎麼可能你會沒有十萬 我真的沒有十萬啦 下班還在教授 我下班都回家念書啊 放暑假還在學校 工作做不完啊 啊 注意工作不用 研究工作有助理啊 哪那麼簡單啊 助理很多時候會砸我招牌 説教 助教 助教上去就好嘛 會死啦 告訴各位一個故事 大概十幾年前啊 那個士林選區 有一個老師 有一個議員是我的 有一個要選 那個國大代表 是我的老師 不講名字了 他那天為了選那個 柏拉代表 十八週的課程 他只來上五次 有三次是助理上課 然後他還是沒有要選 不是不是不是 重點不是沒有要選 這次學的超生氣的 我根本一個必修課 我都通通不會 是怎麼回事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教授怎麼這麼窮 窮死了 很慘的 助理教授有這麼多工作要做 好 為我自己為例子 我二零兩千年到現在 我寫了照顧五十篇論文 我有個紀錄 有一年 我一個學習 發表六篇貫字論文 為什麼呢 學長說 黃定文 來寫一篇啦 學長如果已經講話了 說不要啊 我沒時間 你敢這樣講喔 開玩笑 這樣等於是自斷深入嘛 然後呢 我有三本書出版的 是參與了原讀書裡面 有一本就是周伟航的寫一本文的書 然後呢 我有一本書準備要發售 準備要出版 目前在跟出版社裡面 在做最後確認 可是不要忘了喔 我2007到200班在當兵喔 然後我執行了 參與了十二個大小課的計畫 研討會跟活動 我不必得已經都能辦 我一個人可以辦一個觀點研討會 因為辦習慣 那本能反應啊 我現在一個禮拜上二十九學分的課 我禮拜一在高雄 我昨天在台中都是當天來回 哇 你分很多耶 完全沒有 我就快死掉了 所以基本上我是流浪教師啦 我算流浪教師你走了 OK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高教真的不是公平的東西 高教本質就不能打公平 我在我的班上遇過學生 你叫他念書你把他殺的比較快 可是如果他好去闖音樂 去闖別的東西 我相信他會非常有成就 沒有 那他幹嘛要念書 我問他你幹嘛要念這個系 沒有啊 就考試啊 大家都要填啊 我就順便填一下啊 我考上了 那你喜歡這個系嗎 不喜歡 那幹嘛要念 你爸媽叫我一定要念嗎 沒辦法啊 那這能怎麼辦呢 所以高教跟一般教會有落差 它本身就預設這種不公平 我們卻強迫要把這種不公平完全拉平 這個狀況就會反映在很多奇怪的事情上面 因此我不想問你所聽 但是不會倒到五十九千那麼多啦 一定會逐年退場 因為一應少子的話 最定一波會在什麼時候呢 最強的一波會在五年後 就是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那一波那個前後兩年 是台灣的高等教育最恐怖的兩三年 教育部已經講啦 由東而西 由南向北 天下圍攻 就從大學從東邊倒到西邊 從南邊往北邊倒 OK 最後可能全台灣承認公立大學 很恐怖 所以怎麼辦 台灣高教如果繼續執行這些陌生的政策 坦白說我覺得會變得比較好 繼續做計畫 繼續讓學生評鑑老師 我不覺得真的有比較好啦 坦白說 但是喔 有時候我文章這邊我都很想 我都很想那個 搞一個東西 就是人本教育基金文 我對他真的超級不爽 評鑑就哪來的 他們來的 我們為什麼要被評鑑 他們來 他們說為什麼國中小老師有那個制度 那大學老師不會教的不能被評鑑 大學都不是那個樣子的嘛 所以啦 那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當然你可能會說 那是你的偏見 對 就在說我個人偏見 我告訴你 我就是堅持 那是他的錯 OK 好 那簡單的說完到這邊 我們稍微休息五分鐘之後 我們會過來這邊 如果您對我們的幼教 對我們國高中的教育 還有對我們大端院校的教育 有任何問題 有任何想提出來討論的 都歡迎跟我們前面的三位老師 我們可以有些討論 跟一些教我們的機會 那我們稍微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各位 我 inkarn 都不說 他很進攻 提供 過去 跟我們拿下去 我禁止